行政院常爱清德前又二九日出席中油智慧绿能加油站论坛,会前被媒体询。 问国营事业加薪一提时表示,国营事业同仁加薪百分之三,当然是件好的事情。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设107年5月9日中央社记者潘兹与台北九日电四大国营事业加薪百分之三起跳,行政院常爱。 清德今天说,这是好的事情,且据主记总处统计,行政院替军公教人员加薪后,已有五成的私人企业跟进响应。 行政院去年拍板军公教2018年加薪百分之三,经济部昨天也核定台湾电力公司,台湾中油平均调薪幅度为百分之三点二,台湾糖业公司,台湾自来水公司调薪幅度虽仍在核定, 但预计至少百分之三的调幅。 赖清德今天出席中油智慧绿能加油战论坛,会前被媒体询问国营事业加薪议题,他表示,去年行政院已经开板工。 物人员加薪百分之三的政策,国营事业自然不能免除在外,也因此,国营事业同仁加薪百分之三,当然是件好的事情。 行政院替军公教人员加薪的政策考量,主要是希望政府带头替军公教加薪后,民间企业能够跟进响应。 而多数民众所得提升之后,就有能力增加消费,四季内需,进而达到带动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。 赖清德也说,去主济总储调查,已经有约50%的私人企业跟进行政院为公务人员加薪的政策,我们非常感激私人企业的响应。 观察主济总储,4月发布的2月薪资统计,全体受雇员工精长性薪资平均为新台币4483元,年增2。 PERCENT,创下17年同月最高增幅,主济总储也说,从数据来看,可发现厂商已有调薪的迹象。 编辑,陈永昌1070509延伸阅读中油加薪3.2%懂作,去年绩效亮丽应鼓励。